Hello,今天的不专业香品为你带来的就是D&G他们家的The Only One的这个香水系列的三瓶香水的对比评测 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有兴趣,或者之前他们很火的时候有被一些欧美的博主烧到给你种草到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粉蜡烛说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哦 好的,那D&G他们家的The Only One这一个香水系列呢 在之前的日子呢,或者说2021年整个年都非常火的一个香水线吧 尤其真的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欧美的香水博主有推荐这一个系列的香水 那我自己呢也有关注到,但是真正让我决定入手的呢 反而是因为你们的留言 一方面是你们想要我来聊聊看 二方面呢,是你们给我种草到这一瓶香水 那看到网上有一个不错的deal,价格还挺美好的 那就把它入回来了 那好好地体验了一段时间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一条香水线吧 那我自己用下来体验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这三瓶The Only One的女香呢 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放在了同一个系列 也是用了就同一个名字嘛 不过我觉得他们是三款三个截然不同的气味 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在三个不同的瓶子里面 然后各自显身出三个不同的香水线 这个呢,与很多就是其他的香水线 就是一个原版的香水 它可能卖得很好 然后显身出一个系列 但是整个系列呢,都会有着共同的DNA 只是每一瓶会稍稍有一点改变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喜欢The Only One这个黑瓶的香水 你也会喜欢他们同系列的另外两瓶香水 不一定哦 那首先来说的呢,就是他们应该是最初吧 最原版的这一个The Only One的EDP 淡香精形态的香水 那这瓶香水呢,前调最最明确的 是一个酸色感很强的柑橘调 这柑橘调是带有甜气又带有酸气的 真的是一个很酸甜的柑橘调 但它不是一个新鲜的柑橘水果 橙子或橘子 它更像是被糖制过的那种橙子的食物 果谱嘛 是那一种的酸甜味 接着甜度会越来越高 甜度呢,是来自于中调的雪梨 再加上橙花还有玫瑰的香气 这里的橙花是那种甜度很高的橙花 然后这里雪梨的果香气也是带有大量的甜度的 香彩表里面说这瓶香水当中有可可咖啡的气味 我是完全闻不到 我顶多能说这里的中调呢 它会有着一点点像咖啡粉末的那种粉末感吧 就是一种粉末感 但不能说是咖啡粉 没有咖啡的气味 只是一个粉末感 但这个粉末感更像是 由鸤尾啊 这些营造出来的 然而没有了这个咖啡的香气呢 或者说是我这个比较拙劣的鼻子 没有闻到任何咖啡香气啦 对我来说没有了咖啡的香气 这瓶香水呢 就没有了一个对我来说吸引的点 没有了一个能为它化龙点睛 或者让它区别于其他甜度比较高的 这种果香气 花香气的香水 闻着它气味 我会觉得很普通 是很typical的那种 就是欧美女生会喜欢的那种 带有甜味的 Vanina香草主打的香水 就他们会觉得这种香气呢 很flirty啊 很适合聚会party 任何的这种场合 但我觉得气味有那么一点点的廉价 就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穿这一类型的气味啦 我也觉得它不太适合有气质的女生穿上 就我不是抗拒有甜味的香水 但是我觉得要把它做的有质感是需要一点功力的 那如果当中的咖啡也好 或者它香材表里面还有焦糖 就是这些的气味如果能做的更极致一点 例如说咖啡的气味可以更明确一些 甚至是里面的焦糖 不要单纯只是甜味 可以给它做一点点烟熏感 或加一点点海盐 做成那种就是salt caramel 那种感觉 这瓶香水就会有趣很多 但没有 我闻到的气味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熟气 而且流域频繁啦 而且我必须说 这种香气啊 相信不难在比它更便宜的香水当中找到 接着就是D&G他们家的这个 The Only One Two 红色瓶子的这一罐 The Only One Two呢 给我的好感度是比The Only One好很多的 起初闻我也觉得无感 就刚才The Only One 我甚至是可以说不太喜欢 但红色这瓶的The Only One Two呢 在起初闻到它的时候 我只是无感 就它刚刚开出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点点流域频繁的 你一闻上去 它也是一个带有果香调的花香气香水 是这种主流的女性商业香当中 会充斥着的气味 前吊是一个黑莓红莓 再加上充沛多汁的雪梨的果香气 接着紫罗兰加上玫瑰的这一种花香气呢 就会溶现 在穿上的两个小时之内 我觉得它的气味不是不好闻 但比较普通 你很容易穿 但也不会有很多的记忆点 而它的特色特点呢 会有兴趣想要了解这瓶香水 或者想要了解穿上这瓶香水 认识穿上这瓶香水的这个人的部分 部分就开始出来了 香彩表里面没有说到这瓶香水当中有椰子的气味 但是这瓶香水的中后韵开始 我觉得椰子的气味是很明确的 它不是椰子水的气味 也不是椰奶的气味 更不是椰子甜点的气味 而是一种椰子的脆片的那种气味 它是没有太多的水分感 然后稍稍带有一点点烟熏感的一个椰子脆片的气味 而这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椰子脆片的气味 背后呢就会有一个很淡雅的 很淡哦 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土耳其玫瑰的玫瑰香 就让这瓶香水呢就变得有趣了很多 然后越往后啊 它甚至会有一种越来越温暖的感觉 所以这瓶香水呢 也是一个三调变化很明显的香水 在开出的一两个小时 和在穿上的三四个小时 或者往后是截然不同的香气感受 中间我觉得转换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生硬 不过越往后 这瓶香水是让我越享受的 然后它的整体甜度也会比起 The Only One低了很多 而且它是一个开出比较甜 但是越往后甜度越低的一个香气感受 感觉你想受椰子的气味 享受淡淡的玫瑰香 或者秋冬天你想找一个带有温暖感 但又不是东方调的这种气味 那这一瓶呢还是值得你去尝试一下的啦 最后呢就来聊到我唯一有入正妆的这一瓶 The Only One Intense的版本 我必须说呢这瓶香水是我忙碌的 不过很幸运的 我觉得这瓶呢也是我个人觉得三瓶当中最优秀 我自己会最喜欢 使用度绝对是最高的一瓶香水啦 The Only One Intense这瓶啊 如果它不是装进了The Only One的这一个瓶子里面 我感觉你闻到它的气味 你绝对不会想到它们是同一个系列的香水 如果你是喜欢享受橙花的气味 你是享受白花香 那么这一瓶你绝对绝对要去闻闻看 甚至我觉得你忙碌呢都不会出错 我很少那么大胆的说出这一句 但我真的觉得不会出错 那当然啦也因为这样子 如果你是晕白花的话呢 这瓶你应该会晕 真的可以蛮确定你会晕得挺厉害的 因为白花实在是这一瓶香水 最最主角而且强势的存在 刚刚喷出来的一瞬间呢 花香气已经是很明确的 那种橙花的气味已经是很明确的 但是它会搭配着柑橘调 这没什么特别对不对 但它里面有着一个画龙点睛的青苹果香气 让这个香水的开出清新感空灵感 完全拉满 那在你穿上的半个小时往后 中间那个带有甜味的 嗯气场强大的 浓浓的那种女人味的一个橙花的香气 再搭配着茉莉的那种白花香 就会瞬间的涌现 而且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明显 整个包围着你 那调香师呢 还在这瓶香水的中调骨干主体当中 加入了椰子 这里的椰子呢 就不再是刚才那个干燥的椰子脆片了 它更像椰奶 是一个充满了奶香气 creamy感觉的一个椰子香 当中的白花香的那种奶油感 又更体现了当中白花香的那种风吟感 那种油润感 我相信如果你想受橙花 享受白花香 那这一个奶油般风吟的这一种花香气 你也会非常的享受 那香气的尾韵呢 就会是一个Vanina香草 Cashmere wood 再加上雪松的气味 这瓶香水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香气 我是很难想象 今天会聊到的三瓶香水 男生会愿意穿上 或者会享受穿上啦 它可以是很girly的 甜美的女生穿上 年轻的女生穿上 它也可以是一个 嗯 成熟的 高贵的 女人穿上 它能为不同的年龄层和女性族群 达到一个加分的作用 而尾韵的那一点点的木质调 我觉得是非常微弱的 尽管有 也是那种非常干净 低调的 一点雪松的气味 整体来说 从香气的开出 到香气的收节 都是白花香 穿上它绝对能为你打造一个 高贵的 性感的精致女孩的形象 也非常适合在秋冬天或者晚上约会的时候 party出去玩的时候穿上的一瓶香水 就如果你已经喷腻了 像Cucci Bloom啊 或者一些市场上很出名的白花香的香水 但白花香又是你最最钟爱的香调 你想转换一下的话 那我感觉的 Only One Intense这一瓶呢 就很值得你去感受一下 说不定呢 它能让你在一群的白花香当中 稍稍凸显出了 好 影片的最后呢 当然要在几个常规的标准线上 为这三瓶香水来打一下分数啦 The Only One这一个女香的系列呢 在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两方面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吧 算是及格线以上啦 三款呢 在你喷上的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内 伸手的距离 别人都可以闻到你身上这一个 不管是白花的香气 还是这种带有美食调甜味的气味 持香能力方面呢 这三瓶作为EDP淡香精形态的香水 在我身上呢 也可以去到七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 稳稳的 就如果你喷在衣物上面的话呢 超过八个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持香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的过关 那说到大众讨好度上面了 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很强的沙龙香特质 大众讨好度应该是蛮高的 只是呢 它只适合特定的一些人群 例如说你会享受甜味的香水 例如说你会享受白花香的香水 那么我相信他们这个系列的香水呢 对你来说接受度都是非常高的 最后来说到他们的创意度了 这三瓶香水呢创意度我无法给高分 因为我觉得这三瓶香水 尤其是他们的only one 就弹相机形态原版的这瓶香水 我觉得真的太似曾相识了 那the only one two 红色这瓶呢 里面的那个椰子脆片的气味 有让我觉得稍稍特别一点 但也还好 毕竟这个椰子脆片的气味 只是当中的一个元素 但其他包围着它的气味 我还是觉得在很多香水当中 有闻到过了 那最后我还真的挺享受的这一瓶 the only one intense的花香气香水呢 我是很享受 我也完全不后悔买了它 我也会经常想到用其他 不过这种橙花的白花香香气呢 的确确也是市场上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被市场上验证过 会很好卖 大众很喜欢的一个气味了 所以他们这个系列的香水呢 创意度上面五分满分的话 两分半吧 就只能是一个及格的状态 并没有太多创意的表现啦 这个呢就是这一次D&G 他们the only one女香系列的 三瓶香水的不专业香瓶啦 那不知道你们之前又有没有 被这些欧美的博主烧到 有去试香体验过这三瓶香水呢 你们的感受想法又是怎么样呢 希望你都可以不吝啬在留言栏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那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呢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